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劈腿 劈腿这两个字呢 如果放在感情的路上 大家一定不会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吧 通常听到有人在感情上劈了腿 大部分会认为 那一个人在感情的路上做了一件错的事情 不管是他自己本身劈腿的人 我们会怪罪他怎么对感情不忠 又或者可能被劈腿的人 我们会冠上小三或小王的名称 对吗 总之我们看待劈腿这一件事情 就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现在要讲的不是感情上的劈腿 而是在灵性练习的这一条路上的劈腿 我们现在平台很多 资讯很发达 然后也很多元化 所以呢 觉醒的人也越来越多 觉醒的人越来越多 当他们也想要让身边的人做提升 灵魂的提升 灵魂的进步 又或者了解 到底宇宙是什么 老天爷是什么 所以他们开始也会在这样很公开的平台下 分享了自己觉醒的路程 又或者他们也会教导人们到底应该要怎么觉醒 有点像我现在这样 就是跟你们分享我到底是怎么觉醒的 我到底怎么进步的 对吗 那我给个数字好了 20个好了 20个平台 20个管道 可以让你去从这里面得到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练习 我们应该怎么进步 到底宇宙的真相是什么 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练习 我相信这个你们可以在任何你们想要去爬文的 或者是影片的或是声音的管道都很容易去取得 可是人们却没有想到过 你们同时如果你们同时在这么多的管道下去取得 就是提升灵性这个进步这一块 同步哦 同步 我现在讲的是同步 我现在讲的是劈腿哦 你们却不认为自己好像在做错的事情 我没有说你们在不同的管道然后去学习是错的 而是我是说同步 像我个人 我个人也有在很多在很多不同的管道 比如说书上电视 YouTube的影片里面去学习 可是我没有同步去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就先讲钢琴好了 我在学钢琴的时候 我曾经换了五六个老师 但是我没有同步跟五六个老师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 好那我讲灵性这一块 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 我看完第一本书绝对会思考 放下脚步思考我应该怎么做 我怎么样把书上的精髓运用在我的生活上 那我是是不是可以把生活案书上教我的 用在生活上之后真正的学会了 我再去看下一本书 那下一本书教导的我 什么什么 我再去从这里面运用在生活上 也就是说我从一本书里面学到一 我从第二本书学到二 但是我是按部就班的 我没有同时看五本书 然后把这五本书的东西 每一天都看一点 每一天没有 我没有 我都是有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前进 那你说这样算劈腿吗 如果你是看了一本书 消化一下再看第二本书 再消化一下再看第三本书 再消化一下再点滴的进步 我觉得那个不叫劈腿 那个叫什么 叫做如果用感情的路来讲 叫做换男朋友 我换了好多个男朋友 就是不同的书给我学习成长 不同的书给我学习 但我换了不同的男朋友 我没有同时 我没有同时 为什么要讲劈腿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很想要赶快觉醒 很想要在灵性上面得到进步 于是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咨询 不放过任何一个管道 然后抓到处抓到处抓到处抓 然后给了自己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可能A管道讲 B管道讲B管道讲B管道 可是A管道讲的B管道可能稍微有点跟B讲的 B管道讲的不太一样 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起了烦恼心 到底A讲的是对的 还是B讲的是对的 又或者可能C管道他讲的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开始又乱了 到底到底哪个讲的是对的呢 可能他就会带着A管道的问题跑来问C管道的人 或者是指导 指导老师 懂吗 就是他可能在C管道里面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可是他带着A从A管道学习的这个地方 他A管道出现的问题 跑来问C管道 这个 这个我觉得可以从你们 你们 如果因为现在那个学习灵性的这个区块 我觉得其实圈圈也很小啦 如果没有去看下面的 我没有说我一直去看别人的灵性的影片 然后下面的留言 我只是说现在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来学习 他可能A管道 他可能学学学的一半 然后有问题 但他也不知道问谁 他也不知道问A管道的人 所以他就带着问题跑来B管道学习 B管道学学又没打开他的问题点 又跑来C管道这里 看一看东看看C看看 然后到C管道 原来C管道这里有人可以问 于是带着前面的问题通通跑来C管道这里问 我讲的你们明白吗 也就是他同时他同时在很多管道里面学习 于是他遇到了问题遇到了障碍 只是碰到了可以问的人就一股脑的一起问 那就代表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换成男朋友好了 他今天交了A男朋友 A男朋友跟他说 女生要多吃红枣这样对女生很好 可是红枣有分很多种 什么红枣可以吃 什么红枣不能吃 是这样吗 他又不敢问A男朋友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A男朋友是为他好 所以就跟他讲了这个资讯 他带了这个疑问 他同时又交了B就是第二个男朋友 第二个男朋友跟他说红枣很燥热 其实不要常吃 如果常吃的话其实会上火或什么之类 我是比喻啊 因为我不知道红枣是这个食物的属性 那他就想前面一个A说红枣 A男朋友说吃红枣对女生还不错 但B男朋友说红枣燥热不要吃多 然后呢不敢问啊 不敢问A也不敢问问B男朋友 C男朋友人最好了 就是C男朋友个性很好 你问他都回答你他也就温温的 反正你有问题他就他就给你回答 你需要什么他就照顾你 于是就开始问 诶请问一下哦 那个红枣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什么时候可以吃红枣 那C男朋友就问 诶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好像没有讨论过红枣这个问题 红枣不就偶尔都吃一下就好了吗 之类的因为他同时嘛 同时那把那请问这样的人就是同时在不同管道去学习灵性的人 你们觉得他有错误吗 没有人会觉得他有错误 你们只会觉得他好学 你们只是会觉得他只是不要露死掉任何一个可以让自己灵魂提升的一点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们都在劈腿 你们都在劈腿 然后你们一直把劈腿前面就是你不同哪个管道遇到问题 只是哪来在可以问的管道当中去问了那个问题 但我觉得那个都不是对的方向 真正对你还是要 比如说你真的在A管道学学学 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可以让你继续学习进步了 你再换B管道 那你把A管道学的在身上运用了 然后去B管道去学你身上没有的 然后学完你觉得B管道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学了 你再换C管道 就像我在钢琴这条路上换了五六个老师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现代人很多在灵性的路上也会起烦恼心 就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在灵性上劈腿了 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 他们觉得自己是好球 好学不是好球对不起 好学 然后觉得自己都在做对的事情 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样做并没有加分 只会混乱你的思考 只会混乱你的做法 只会混乱你对灵性这一条路上更抓不到方向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 所以呢 请你思考一下劈腿这两个字 不是只有运用在感情上 他在灵性的练习这一条路上也是套用的 就这样咯 分享到这 I love you 拜拜